你知道什么叫深水炸弹吗 先在空酒杯里放入两颗子弹 然后倒入一斤96度的福特加 当火药和烈酒激烈碰撞时 将二者一饮而尽 而这只是强哥日常早餐的一道钱财 接着他拿起一把左轮手枪 取出为里没消化的子弹装进枪里 快速旋转轮盘后 扣上枪膛 然后慢慢地将枪口对准下巴 最后摆好姿势 扣动扳机 像这样的赌命游戏他每周必玩 你以为这就完了吗 接下来是对肉体的折磨 雅铃弯居2000下 仰卧起坐8000次 徒手砸抢16000拳 对他来说 活着就是为了折磨自己 这天强哥正在超市买酒 突然两个持枪劫匪闯了进来 众人都吓得趴在了地上 劫匪恶狠狠地环顾四周 就在这时 他看到一个男人竟然还在淡定的选酒 于是用枪顶了顶他的后背 强哥十分不耐烦地转过身 然后一把拽过枪短 顶到自己的胸口上 告诉劫匪赶紧开枪 劫匪瞬间被搞懵了 下意识地往回抽枪 可根本就抽不动 看对方不敢开枪 强哥觉得可能是位置不对 然后把枪口塞到了嘴里 闭上眼睛 用手示意让他放心开枪 劫匪闻打了一辈子几人 头一回遇到这种场面 强哥见他还在犹豫 又把枪口顶到了脑盘上 还主动给枪上了糖 劫匪这下彻底服了 连忙开始道歉认错 强哥终于被激怒了 他一把夺过枪管 光光两下把光头劫匪干倒在地 给你机会你不中用啊 给你机会你不中用啊 另一个劫匪拿刀冲过来 强哥向后一闪 直接反手夺刀 并将对方牢牢锁住 接着一个大电炮 轻松收拾掉了两个劫匪 临走时强哥还不忘结账买酒 从劫匪的兜里掏出一打票子 然后往柜台上一甩 强哥是一名海军陆战队的退伍兵 在一次任务中 战友们全部战死沙场 只有他苟延残喘地活着回来 战争的创伤让他每天都备受煎熬 他的妹妹是一名慈善组织成员 这天他前往巴西工作 却惨遭毒手 被抛到海边 为了给妹妹复仇 强哥决定去巴西追查凶手 通过调查他发现 妹妹原来一直在偷偷追踪 一起妇女拐卖案 在国际刑警的协助下 强哥很快就锁定了 当地最大的日本黑帮 可每次当他刚找到一些线索 就立刻被人毁失灭迹 终于通过跟踪 强哥发现了其中的阴谋 原来刑警队长才是真正的幕后黑手 他和黑帮老大沆瀣一气 长期拐骗妇女从中谋取暴力 于是强哥孤身一人闯入了黑帮基地 凭借强健的体魄和帅气的拳脚 以一己之力血洗了整个黑帮 刑警队长也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最终强哥成功救出了被管妇女 当然 这种暴米花式的动作电影 俗套的结尾也必不可少 故事的最后 一个神秘组织找到强哥 希望他解决掉几个人 酬劳一千万美金 强哥假装艰难做了一番思想斗争 然后放下手中的酒杯 肉机 愿意 让他获得 sono 是 这个 这个 thanks